传闻天地间 有一株气息 实强实弱的清廉异火 只要资源足够 此火便能突破尽弃 超越传说中的天火 三百万 开口就是三百万 这秦大师确实是来拍卖 而不是来捣乱的 一个根本不知道 是什么的血灵火 即便是四节火焰 也没必要第一次报价 就开到三百万吧 三百一十万 朱家和秦大师干什么了呀 柳阁背后是朱家在喊中撑腰 朱洪志现在是找机会报复他了 四百万 四百一十万 五百万 怎么不追加了 堂堂武城的四大势力的朱家 不会连这点钱都拿不出来吧 你 有本事出了贴心烧毁 你还这么有种 有种就报个价 别像个娘们一样 叽叽歪歪 你 气死我了 大哥 二弟 不要冲动 这一伙来历不明 你却一下子喊到五百万 谁知道阁下有没有作局 既然买不起 就别叽叽歪歪 堂堂朱家家主 不过如此 五百万银币 还有更高的吗 这肯定不是 这真是大手跑 恭喜这位朋友拍到了这朵异火 秦大师 这是您拍下的血灵火 果然是顶尖异火 段会长 还请派人带我出去 本少现在就要离开武城 什么 秦大师你现在就要走 那行 我山会后方有一条密道 老夫亲自带你出去 陈少 我们也跟着你一起 你们留下来 今后我和天星商会之间的合作 得靠你们了 天星商会也会护着你们 还有我留给你们的丹药 足以让你们突破玄疾 能不能抓住这个机会 就看你们自己 大哥 我们安插在山会的线人来报 秦城刚刚偷偷从后门离开了拍卖会 往城外去了 此子果然精明 不过通过拍卖场的后门离去 真当我们了不到 现在怎么办 通知武修府 武冷藩府主 说蛇出洞了 让他连同我们马上追击 想在武城中 逃出老夫的手掌心 真是天真 大哥 那小子先前还耗费财力 购买天残奖和蓄灵火 恐怕他不知道 这两样宝物 最终还是得落到我们手中 会长 朱家家主朱洪志和朱洪俊 以及武修府府主武冷藩几人 已经偷偷离开了拍卖场 看方向 应该是追秦大使去了 朱家居然和武修府联合起来了 会长 三十号包厢的客人 说有事要离开 让我们结清血灵火的费用 秦大使之前询问此人情况 难道是看出了什么 给他结清 是 会长 秦大使那边 秦大使早有准备 既然他没开口让我等帮忙 应该是由自己的打算 暂且尽观其变 朱家主 武修府主 那秦晨呢 刚刚从这里离开 往玄仲山脉去了 是想从玄仲山脉 逃脱我们的追杀吗 那小子恐怕还不知道 大哥你早就料到了这个可能 在前面布置了天罗地网吧 走 朱家的人来 还有这一个其实不凡的强者 应该就是那武修府 此人果真不是善灵 螳螂不产黄雀在后 只是不知谁是产 谁是黄雀 你们是何人 为何拦住本少去了 小子 你在武城威风了这么多天 不会连得对了什么人都不记得吧 练丹大师 好牛逼的身份 兄弟们 你们说 对方身上到底有多少丹药 咱马上就知道了 有些人的受益 那可以 有些人的受益 有些人的受益 感谢观看